英超的周中快車 來到今個星期周中快車的最後一天的賽事 撞勝 剛剛在轉會槍關閉的時段 很多人集中在轉會槍關閉前 會不會有什麼交易 會不會有人求到一些壓線 會簽到一些夢寐意求的球員 會不會有意外驚喜 會不會有意外驚喜呢 其實還有一場亂賽 就是曼聯作客李斯特成 最終曼聯憑著新組上半場 23分鐘 接應福哥的傳送 扭過出營的李斯特成門將丹尼華特 四入空門 一戰定江山 一比零小勝李斯特成 順利全取三分 開季兩年敗 大家都很擔心 但之後三場 連贏三場總算 取回九分 現在升上第五位 很醜醜 靠逐分 逐場逐場 去贏回 取回分 打回信心 這場球 坦哈格 又排回勝利11人的陣容 迪基亞繼續守洞 後防繼續用 達羅特 華拉尼 175 馬拉仔 防中繼續用蜜湯 拍著艾力神 總共中場三個 伊蘭加 Buno 和新組 精箭頭繼續覆歌 大哥繼續後備 卡斯美露繼續後備 Fred也是後備 今場球 萬聯的表現 贏球 但表現 不算太突出 你說是否水準以下 某些方面還是需要改善 但是 有些位置都值得贊 普普通通覺得這場球 整場球 可以說是斬開兩拳 上下半場去看 上半場球隊看得不錯 上半場球隊看得不錯 看得不錯 當然很大程度就因為李斯特成被壓力不大 我可能遲些會再說 這一隊球今季都很難搞 你看到整隊球是沒有士氣 整隊球從一開球出來到原場那一刻 有什麼事都是頭倒倒 隊友間多埋怨 沒什麼鼓勵 眼神好像是 很灰一樣 有些球員好像在做夢 連領隊羅喳士也是 由第一場開始到現在 都好像死老爸一樣 反而是很糟糕的 李承反而更糟糕 所以李承這場球也是這樣的發揮 令到曼聯不是承受太大壓力上半場 所以 可以讓球去得比較爽 由後場猜上去都可以 拆動的反擊也好 未必是下了長傳 用地球儘量猜猜猜 而那幾下的猜猜其實是不止一下 不止一次的 已經有好幾次了 其實是挺爽朗的 這件事也是近這幾年曼聯 很少看到 起碼是向前 並不是向後 並不是向橫 不是那些無理拉奸 沒有什麼作用的橫傳後傳 所以 這場球上半場 曼聯比賽 就以為 可以順便練一下進攻 橫點對手也沒有太大壓力 進入的球 其實也是 某程度上 幾腳都不差 班奴 輸進去給福哥 好了 突破月位陷阱 那一刻也以為他會射 但不是 福哥會給球 再還傳給你一個突破月位的新組 再推過出營的 你才有成門將丹尼華特 射入空門 這幾個球的配合是不錯的 福哥這場球起碼會教球 雖然 整場球來說 他除了這球之外 就沒有哪幾個好球 但也證明了福哥 讓他做一些簡單的事 阿福哥你做一些簡單的事 你不要再做什麼 又尼馬上身 又假裝以為自己是細哨 又玩什麼牛尾巴 不要啦 你踢正中間就對了 你不要打邊了 打邊反而令到你 腦袋更加會覺得 想多了 以為有機會有空間 讓你去做其他事情 不要啦 你踢正中間就對了 一尾向前衝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做多樣負責任 他上不了比賽 不要帶在死一尾 所以有他的功勢 那麽 今場球上半場 踢得不差 當然 班奴今天其實都可以啊 正正上場發揮 前場拿著球 無論是迫搶 前面的搏腳 甚至盡量做創造機會 也有不少事情 所以這場球員的幾個進攻球員 包括入球球員的新組 在左邊的新組是頗有威脅的 當然進攻方面也有缺點 右邊進攻 伊蘭加這場球員 只是上半場已經被你看到 這場球員 這場球員是失望的 我不會說他不夠班 因為他的球員是比較粗的 他本身也不是踢太厲害了 技術來說絕對不夠班 他是賣勤力的 但似乎 就不太適合踢了 進攻方面這場球員是完全沒什麼見樹的 但諾特上半場也不是經常蓋上來助攻 所以 令右邊有少許癱瘓 很多時候都是靠搬路 捱回右手邊那邊 這方面其實就不是 坦達格想要看到 他也想左右平衡 所以 這方面就要再看看怎樣做 不過這個位置似乎右邊 都是Anthony 我昨晚所說是曼聯的 Tyson Yoshi 他真的挺像Tyson Yoshi 赤膊的照片 又是紋身 有點像Tyson Yoshi 所以這個位置是Anthony 看看Anthony怎樣做 還是坦達格 一直都打算把期望都放在他那裡 當然啦 這場球 中場上有艾力神 也看到那個重要性 艾力神控制節奏 擦動反擊 分邊那些 真是 你可以看到有他在 沒有他在前幾季 曼聯中場暖到什麼 差很遠 有蜘蛛在旁邊幫他做些掃蕩 做些柴子 那麼艾力神轉注在組織上 當然啦 因為這場球的對手 給不到什麼壓力 所以可以讓他專心 一致去做好組織方面 但是艾力神這場球 也做了不少事 整場球 有時候放長傳上來是不差的 以及在組織轉手為攻 做了很多這類型 不起眼的工作 防守方面也有些貢獻 盡量去 拍一些對手的站位 所以 這場球中場的運轉 為什麼在上半場來說 可以這麼順利呢 就算是艾力神佔一個功勞 亦都解釋到進攻方面 上半場 下下的反擊 那些拆上去的組織 是這麼爽的 那麼 後防 後防 這場球是 踢得不錯的 守得不錯的 比起上半場那裏 當然也是那句 給不了太多的威脅 另一件事就是 亦都可以叫做什麼 使得盡量將對手的一些進攻球員 好像華底 詹士密迪遜 哈菲班尼斯那些威脅得最低 幾個球員 例如175 華拉尼 這場球 是做得不錯的 麥湯很多時候都回落 鬥在後面的位置 去做一些破壞工作 麥湯又是另一個 即是不要做多餘事 你專心做破壞 你做不到建設就不要亂來 你是純粹去拆樓 你不要做起樓 這樣就OK了 175 這個球 就是 看著華底 可以說是逮得 挺是挺稱職的 雖然有幾球 好像離開華底 鬥泣 但 也OK 也OK 上算OK 是不差的 路數 你看到真正地面屠夫 不會找地面屠夫 打飛機那些問題 他包的那些路數 真的是不差 速度上轉身 起碼是法國密加雅 拍著華拉尼 華拉尼的路數也好 今場波華拉尼其實是清了很多球 華拉尼是清了很多球 特別是下半場的時間也好 華拉尼可以說是今場波曼聯在下半場 為何是力保勝局的一個關鍵人物 還有左邊馬拉仔 很多時候都是押上前作攻 防守就有 進攻就有 只不過到了下半場的時間 下半場了 上半場保育勝局 打算理程都沒有了 但是下半場呢 不知道是想留力還是怎樣 是否可能覺得對手不是太強 始終在星期四 三天後就要硬撼阿仙奴 所以就想叫做 留一留 收一收 不上谷那麼上 誰知道原來是不能收的 一收就糟糕了 過去幾季都是 一收就糟糕了 被理程拿回個勢 哇 大哥 理程整個季 整場波有什麼看呢 反而被人拿回個勢 逐漸押上前拿回個球 最初理程也不太順 但是越踢越 原來不穿上來 我放心他拿回個球 用回個球 慢慢去補回 達洛特的位置也是 這場波達洛特 上半場洗得不錯 但是下半場賺一賺之後 開始也是 搞不定了 達洛特 還有就是 前面 依蘭嘉也是 越踢越沉 還有最主要是什麼呢 最主要是什麼呢 防守方面 越來越多犯規 在不必要位置 不必要犯規 在危險地帶有很多不必要的犯規 你想想下半場的初段 四個後衛有三個拿了王牌 這其實很危險 一對集上半場已經一人一個王牌 其實已經很危險了 再加上下半場初段 再加上175拿了王牌 哇 四個後衛有三個拿了王牌 你這波英超大哥 你這麼快速度來一來 你很難趕的 拍一拍的話 再拿到王牌出場 打燒過 到時的形勢未必一樣 你還要在那些危險位置輸罰球 邊路啊 甚至禁區頂那些 那些 已經輸了罰球 所以已經 占勝未曾射射射得多漂亮 幸好迪基亞 又是要不是迪基亞 一波一波一波出 那一下 迪基亞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真是萬聯都大力落 這樣追回一比一 到時的勢又不同說法 李承打快 所以下半場初段 有一段時間李承是吃著勢的 吃著勢的勢 按住萬聯來 萬聯是 想運上前場製造反擊的機會 是很難 很少的 幸好 那段時間能捱過 捱過 接著也換走伊蘭加 換進了卡斯美路後 鎮回中場 好一點 好一點 卡斯美路這場球出來 時間打了大約 也有30分鐘左右 超過30分鐘 58分鐘進來 58分鐘進來 大約踢了不夠40分鐘 35分鐘 那今場 替卡斯美路進來 鎮回中場 其實是不錯的 遮線 那些棋位 你看到 和麥湯的級數 差幾皮球 還有他那些 最好的 他放一些長傳 五次長傳 有四次成功 超過多少 有八成的成功率 真是很難瘋 所以 卡斯美路也是那句 級數絕對不用懷疑 只是擔心速度 適應英招的強度 和速率 如果適應 基本上 這個 收購 絕對是 成效出來了 所以 卡斯美路出來了之後 可以鎮回中場 開始 而李承 也供不住 到差不多 沒什麼效果 又借回了 又借回了 那些又是那些 杜斯貝利赫爾交球 給哈菲班尼斯 哈菲班尼斯走到前面 杜斯貝利赫爾交回身後 那些 然後出界 然後 哈菲班尼斯又倒下頭 又好像 好像沒有 撿不住 又走回 後面 沒有什麼信心 然後杜斯貝利赫爾那些 又擋住他的手 什麼鬼 那些 或者四個梳 那些 那類型又出現 李承的士氣越來越低落 最終 李承都平 所以呢 沒有啦 即叫做 入球無力 無法平反敗局 這樣子 之後 曼聯也換了大哥進來 那小大哥進來 這段時間 反而更加是令到李承 不敢出門 厄的 那一段時間 起碼 你會看到 伊云斯 尼迪迪那些 不敢抑來了 那段時間 他就記了大哥 雖然大哥的年紀真的大了 爆發力就不復當年用 但是他在前面的把握力 也是有威脅的 所以李成的守衛是絕對理解的 這場球 大哥 如果半倒季進來就算是好球 那就差一點 沒有啦 大哥 專心在二樓隊 其實你現在的位置適合你 延長你足球的壽命 對球隊也好 對你自己也好 起碼你也可以 養尊處優 踢世界盃 你也是想這樣 大哥 表現出現這場球 表現出現不差 有幾球 有射門 在右邊出球 差一點點 阿力臣差一點點 再踩進去 便入球了 所以這場球 大哥 後面出來是有多作用 只不過是他願意接受這角色 萬聯最終1比0 險勝 余生竹僅僅縮 下半場表現其實是不合格的 真的不合格的 水準以下的 縮得太快了 有些太保守了 當然 理解到可能為了三日後的比賽流力 也不出奇 但是 希望這件事真的不會影響到 即是狀態希望可以保持到 甚至有所提升的體力那方面 另一件事就是 看到近幾場萬聯 球員 自從在對利物浦那場開始 已經看到了 其實個人有一絲欣喜 就是球員之間的鼓勵 是真的越來越多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每次 譬如今場也看到 特別下半場 一個解圍清了出去之後 即是跟175 和華拉尼那些 嘩 喊一聲 先激掌 那個球員清了出去 最終散中了 哈比馬尼斯彈出界 國球也不需要輸入龍門球 嘩 簡直好像很激動那一刻 那些是很重要的 正正就是李承武這些 今場球員可以叫做在這方面 士氣上高下立見就見到 李承打到氣的話 最重要是真的咬著這裏 這一看熱血嘛 但是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很嚴重的 你不能上去 幸好曼聯有的 所以真的一絲欣喜 所以這場球 曼聯 余山竹僅屬 別管了 塔克 塔克就繼續 總算全取三分 逐場逐場來 現在 都是那句 以前就算 無論什麼年代 什麼球隊都好 都有西西地 拿三分 哥迪奧納也有這樣 高普也有這樣 對不對 杜曹也有這樣 甚至以前 爸爸也更多 但是問題就是你現在 職業足球來的 你聯賽當然是拿三分最重要 不要管了 有什麼問題 以他觀察入眉的性格一定會 想到 看得到 再慢慢再解決 有些事情未必一時三分解決得到 但是 贏了球 拿了三分才算 不要管 今場球 反過來 你看看那邊 另外那邊 羅渣士就是大領絡 或者 稍後看看會不會開一集說一下 理成 理成 就是理成之亂 真的變成了 好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所以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 放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好了 下面的description可以按進來 現在有TG Group的 所以就記得FollowIG 更重要是FollowIG 好嗎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